加州太浩湖附近的一个滑雪圣地 1月10日发生雪崩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帕利塞德斯太浩度假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雪崩发生在KTR封的GS峡谷地区 大约在上午9点30分 雪崩发生后 随机启动了巡逻队和山地行动小组的搜救工作 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 度假村关闭了帕利塞德山和阿尔卑斯草地两侧的所有电梯 度假村官员迈克尔·格罗斯在周三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两人被困在雪崩中 另外两人被埋 在被埋的两人中 一名从景区外来的男性滑雪者遇难 另一名游客受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之后 警长办公室更新了受伤人数 从一人增至三人 均无生命危险 普莱赛县警长发言人大卫史密斯忠实表示 没有其他人失踪 搜寻工作已经结束 遇难者的身份和伤亡性质尚未公布 由于纽约市在日前迎来伴随降雨的强风暴 造成部分地区停电和积水 市府当日把近两千名庇护客 从布鲁克林贝涅特机场帐篷营地 转移就近的麦迪逊高中 导致超过三千四百名学生不得不远程上课 对此 众多家长和民选官员在校园外集会抗议 要求关闭被涅特机场帐篷营地 在城市移民危机持续数月并引发两党不断辩论之下 市府官员表示 该高中已收到大量仇恨电话 甚至炸弹威胁市教育局发言人斯蒂尔说 学校长期以来均在紧急情况下向无家可归家庭敞开大门 且不会对最脆弱的群体置之不理 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说市府已告知联邦 所有庇护客已返回营地 他还强调 关于争议的具体情况及行动的具体细节 需由纽约市政府做出回应 伊朗海军1月11日宣布 根据伊朗法院的指令 其在阿曼海域扣押了一艘美国邮轮圣尼古拉斯号 以报复美国政府去年偷窃伊朗石油的行为 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伊朗海军公关部表示 去年美国曾扣押一艘再有伊朗石油的邮轮苏伊士拉战号 并将窃取的石油运至美国 此后该邮轮更名为圣尼古拉斯号 伊朗海军于周四将其扣押并运往伊朗港口 据了解圣尼古拉斯号邮轮属于希腊帝国航运公司 但伊朗官方却称其为美国邮轮 当天该船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 希腊帝国航运公司声称 这艘船在伊拉克巴士拉港装载了14.5万吨石油 船上有19人其中18名是菲律宾人 还有一名希腊人现在已经与该船失去了联系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表示 伊朗海军的行动并不构成劫持行为 这是由伊朗法院批准的合法行动 中国进一步简化入境签证申请程序 以刺激旅游业复苏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1月11日推出五项新举措 从即日起从事非外交和非公务活动的外籍人士 如果来不及在境外办理签证 可凭邀请信件等相关证明 向口岸签证机关申办签证入境 另外持有24小时内国际连城机票的外籍人士 可在北京首都机场 上海浦东和广州白云等9个国际机场 直接免签过境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 而短期访华的商贸或观光旅客 如果需延长停留时间 可到附近公安机关办理签证延期换发补发 同时也简化了签证申办材料 凡是能通过信息共享查询到的住宿登记记录 或企业营业执照等信息 都可不用出示相关的纸本证明 想为亲属办理短期探亲签证的在华外籍人士 也可用邀请人亲属关系声明 来取代亲属关系证明文件